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了,花絮那自然是希望多多益善的,看了石凤继密后,太阳子邓伦的花絮觉得超甜的呢,在下凡力竭的剧情中,圣衣族组长锦绿救下的皇帝石凤,两人外出采药,却遇上了南平侯派出官兵来刺杀皇上,石凤当即抱着锦绿滚向山坡,两人还就此牵上了,拍这段戏时,可怕邓伦难为坏了,即使隔着面纱。 他还一直在纠结,要不要亲上去这个问题,导演要求说要亲上去,邓伦却脱口而出,看着我跟占便宜似的,哈哈邓伦还提出建议,要不吻戏的时候伸个手指在中间哈哈,亏你想得出来呀,导演和杨子立马反驳,因为这动作实在不符合剧情设定, 怪怪的,幸好导演明知呀,要不我们可就少了一波糖了。 很最后的设定,就是大家剧中看到的,邓伦把杨子压在地上,而且还牵上了,又谁注意到他的手吗? 大家一看便知,邓伦真的很细致体贴,他的手一直都是撑着地的,这样就不会真的压在杨子身上,而且他还用手掌托着杨子的后背河头,以免杨子头发现泥土,真的是又绅士又暖心啊。 从剧中这张图更加能看出来,邓伦几乎整个人,都是靠手肘和膝盖撑着地的,尤其是,臀部翘得好明显,一点没有压到杨子,网友点赞感叹,真实细节惊人品啊。 其实邓伦不止一次拍这样的戏份了,前不久一千零一夜,有一场戏也是这样,当时剧中邓伦是喝醉了,倒下床的时候,把迪丽热巴压在床上,邓伦的手也是默默的撑着床,另一只手敷热巴,一边膝盖也努力的撑着床,避免直接压上去,让热巴减少尴尬。 小哥哥真的很暖呀,邓伦,对跟他合作的每个女演员,都是十分的尊重和体贴,之前拍储笑传时,在片场拉赵丽颖,他都不是拉手的,而是直接衬衣袖哈哈,莫名有点可爱呢,多年前跟赵丽颖一起上块粉时,邓伦所在的对书了,他要接受游戏惩罚,抱着银宝坐五次深蹲,并大喊追于传奇,收拾第一。 邓伦当时就是绅士手抱迎宝的帅气无量,温柔无限,未来的邓伦妻子真是有福气呀。